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位同学 大家好 请先开感应篇第116节 拓流星 指 红泥 这只三光流逝日 这些都是属于不尽 如果是讲这个天地鬼神 这个现代科学 他们不能够接受 流星 几乎每一天都能够见到 在晴朗的夜晚 这个是太空物理的现象 红泥 这是空中水真心 受阳光反射而产生的现象 三光是指日月星 所以 整个合起来 我们 用 合理的解释 无非 古德 都是教我们修禁 就是对于一切人 一切四 一切万无 长存恭敬心 这个是教学的原理 是不是 像道教里面所讲的 这是由 私命之神在主宰 像这个阴阳之气 这又是一个说法 如果欢喜研究 也是一门修书 那么我们听他们讲 也能够讲出一番很完美的道理 有兴趣呢 可以去研究 如果对这个没有兴趣呢 那知道教学整个的大宗旨 无非是叫尘 叫静而已 沉静是信的 沉静能够开发自信 沉静到极初 就是佛家讲的戒定会三世 也就是自信的流露 也就是自信的流露 下面一节 117节 春月寥烈 寥烈 寥 是寥烈了 就是现在 印尼将的烧疤 就是顺于这一类 火烧山 这一段事情非常残忍 为什么呢 山上小动物一个都跑不掉 这个杀伤力 比什么样的战争 还要残酷 随着罪报 所以是罪报 佛在《地藏本愿经》上讲得很清楚 古报 古报在地狱 地狱最受满之后 你欠的这些众生的命债 欠命的还命 欠钱要还钱 这一把火烧死 都烧这些动物 将来尝命的时候可麻烦了 你要尝多久才把这些命债还清 所以这个事情不能干了 万万做不得 即使无意 也要背这个因果责任 所以在山林当中 用这个火一定要小心谨慎 如果我们生活 有许多因素 我们煮东西吃的会生活 如果夜晚在野外漏俗 一定要生活 这个火 野兽看到它回避 所以叫引火 但是离开的时候 这个火一定要熄灭的很干净 不要在无意当中 所以引起这个灾难 要小心谨慎 那么还有一 这个不好习惯抽烟的人 这个烟地随便丢 如果在干旱的气节当中 也能够引起火灾 这火烧山 都必须要小心谨慎 都必须要小心谨慎 无辜 杀龟大蛇 龟跟蛇 在动物里面 寿命都很长的 灵性很高的 你们 你们听到 这个天目山齐居寺 给你们做的报告 他们放这个鳖 鳖跟龟是属于一类的 放生的时候 他们懂得 这个在船上放生 放完之后 他会绕了个船绕一周 然后回头看 再离开 离去 他有个领先 他很感激你 只是他不同人类的语言 语言上没有交通 但是你看他的表情 他跟人有什么两样 决定不能够杀害 人要真正懂得 爱人爱物 决定不会去吃众生肉 可是有的人也问 动物有生命啊 植物也有生命啊 为什么你吃植 不吃动物 你还吃植物呢 当然 一个真正人词的人 植物也不吃 可是我们是凡夫 我们还没有能够到达这个境界 你饮食都可以离开 在六道里面 色界天离开了 色界天不需要饮食了 真的 因为植物他也不吃了 人家这个养分从哪里得来的 注意在经上常看到 禅月为食 它的养分是从禅月里面得来的 不需要从外面无知 我们今天没有到达这个境界 没有饮食不能 维护这个生命 因此我们的选择 是选择非不得已了 我们决定不伤害它 佛在戒经里面 告诉出家人 亲近比丘 不踏森草 那是草食之物 你看它长得厚厚厚厚厚的 你怎么能忍心 从它上面走过 除非一定要从这里走 没有道路 这个可以 如果有路 你就一定要在路上走 不能够踏这个森草 这是对于植物的爱护我 花草树木的爱护我 非不得已 决定不可以伤害 《戒经》里面告诉我们 从前出家人住山 住山走到大革王 就地取材 一定要砍几棵树 砍树的前三天 要给他送金 拧咒 给他祝福 请这个树神搬家 这一般人很难理解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这个树木高度超过一个人 就有树神 现在我们跟年轻人讲说他不相信 何为树神呢 实在是树 有贵神呢 依父在树木 那个树是他的家了 他住在那个地方 依父树木花草 就是变成了花神树神 哪一类的众生呢 特别喜欢树木花草 哎 喜欢树木花草 死了以后还喜欢 还离不开 就变成花神树神 那是这 精英 这个附在这些物体上 那么我们 要毁坏 他居住的所在 他也生烦恼 他虽然会离开 但是他会生烦恼 所以必须预先去告诉他 预先去祭祀 诵金超度戒远 让他离开搬家 他另外再去学一个树木 这些事情绝不是迷信 祝福菩萨 他们心地清净 耳末聪明 我们凡夫见不到的 他能见得到 我们听不到的 他能听得到 他教我们这种做法 决定是有道理的 决定对我们有利益的 对树木花草 多爱护 哪有不爱护动物的道理 所以凡事 我们都要细心去思维 冷静地去观察 了解宇宙人生真相 不可以随顺自己的烦恼稀气 强词多理 就是动物 动物 动物是应该被人吃的 生下来就是被人吃的 人也是动物 那为什么不吃呢 你的父母兄弟 那你的父母兄弟 妻子儿女都是动物 你为什么不吃呢 怎么讲也讲不通 纯粹是一个满足自私自利的欲望 造无量无边罪业 还以为他有理 这个错了 明白的人 有道性的人 对于饮食这一方面 都生惭愧心 我们今天在遇难 不得已没有法子 所以饮食所需 慎重地选择 尽量减少 对人对无的伤害 尽可能地减少 这是慈悲心的流露 寿命长的 更不可以伤害他 这个地方特别说明 贵于水 这都是寿命的很长的 你看 寿烈 为什么他讲春月 他不讲夏月秋月 他一定讲春月 春天 是万物生长的时期 春生夏长 秋收冬藏 这个季节是一千万物生长的一个季节 怎么能够忍心杀害 这个心 是很残忍的心 没有仁慈 没有爱心 我们 我们 古神仙仙的教会 从这些地方 提会到他们的仁慈博爱 也要从这个地方来学习 养成习惯 人名爱无的习惯 人名爱无的习惯 这是很小的事情 极其微细的事情 这个现在 是说文明社会 大家都懂得 不随地脱炭 这是个好习惯 这是个好习惯 这是养成自己的恭敬 是在吐痰的时候 我们用个 这个卫生纸包起来 也不随便丢弃 摸油垃圾桶的地方 包起来放在口袋里 必须到油垃圾桶的时候 才可以丢弃 一定要养成习惯 很小的事情 在这里能够观察 你对人事物的敬意 敬意 这些要教啊 不但要教 而且要知道 把这个敬意扩大 从这个极为细致出 扩大到 敬一切人 敬一切事 敬一切无 那么在今天 我们在新加坡 经常 与九大宗教往来 每一个宗教 所奉饰的神圣都不相同 我们平等的恭敬 清净赞叹 清净赞叹 普通共养 我们的目的 一 是希望求的 是希望求的 不同的国土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宗教 在这个社会 在这个社会上 都能够和睦相处 都能够彼此尊重 互助和睦相处 互助 平等对待 这是所有宗教 所有宗教 听过 听过 说法虽然 不一样 但是那个社会状况是一样的 想和的 没有一丝毫的缺陷 美满的 那么怎样 能够达到 这样理想的目标 必须要有行动 接受古神仙仙教会 我们要做到 特别是佛家的华严经 你看看华严经里面 多少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种类 天地万无 一切众神都包括这其中 大家都能和睦相处 平等对待 这是最好的教学 最好的示范 我们应当要学习 应当要落实 不但我们对于不同的宗教 对于一切万物 对于大慈悲心 真诚的爱心 将我们这个身体 做出全面的贡献 为一切大众 为一切大众服务我 这是佛陀教导我们的 这个书到此地 是一个大段落 把善与我 都介绍了一个大概 下面 是总结 这个善与我 这个善与我 两大段的总结 差不多占全书十至七八路 这是戒罪 所以 也有 也有几段 并不是很长 它后面特别 又把这个 杀到 这个两条 给我们做了一个 详细的劝勉 这个很难得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